1995年11月6日 十二时许 山东省违访市局刑警支队 接到特情报告 福建警方通缉的犯罪嫌疑人 林宇清出现 违访市局随迅速的组织干警 武警官兵近六十余人出击 于下午十七时三十分 在清平路某路口 将林宇清抓获 据林宇清交代 半个月前的1995年10月下旬 他和朋友陈华旺 与一个外号叫阿囚的台湾人 因债务问题发生了纠纷 阿囚竟然纠结了一伙人 绑架了林宇清的儿子 并宣称不给钱就不放人 林宇清在道上也是混了多年 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于是他发动社会上的关系 也纠结了一大群人 在十月三十日那天下午 以他和陈华旺为首 冲到阿囚的地盘 陈华旺单枪匹马的冲进屋子 将林宇清的儿子给抢了回来 到了晚上 林宇清到陈华旺家 与陈华旺 高生等人预谋抱负阿囚 敢绑架我儿子 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轻易的算了 对啊 不然我们就要颜面扫地了 以后还混个屁呀 三人打听到 抢人事情发生后 阿囚为了躲避风头 去了福州市里了 于是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十六时许 陈华旺与林清宇高生三人 携带了三只来福枪 乘坐出租车准备到福州市里爆发阿囚 坐标福州省福州市马尾区旧客运码头 一辆蓝色桑特纳出租车 载着一名年轻人 朝马尾区青州新村方向驶去 到达青州新村后 年轻人下车 很快带来了另外三个人 其中一个人提着一个黑色尼龙包 三人匆匆上了车 但顾车的年轻人却留在了原地 目送他们离去 上车的正是林宇清 高生和陈华旺 陈华旺是个瘾君子 出发前 他在家里面吸食了过量的安非他命 在车上时毒性发作 显得异常激动 刚上车不久 他便扬言要冲击马尾区官局 要血洗那里 林宇清和高生连连劝阻 并强行按住了他 出租车司机以为是喝醉了酒 也就没有太在意 司机飞快地向前开着 忽然一只来副枪顶住了他的太阳穴 别动啊 踩好了油门 你个客旅 不然我崩了你 我叫你往哪开就往哪开 晓得不 司机吓得点头成事 陈华旺下令 往官局闯 我要血洗官局 我要大干一场 后座的林宇清和高生 一想官局里核枪实弹的警察戒备森严 哪里肯同意啊 纷纷上前劝阻陈华旺 等报复完阿囚 回来再干 于是蓝色桑塔纳开上了罗星路 朝北行进 过了马尾隧道 陈华旺突然萌生 要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的念头 于是又叫车掉头往回走 再次穿越马尾隧道时 陈华旺冷不丁的朝一辆载客的中巴车 开了第一枪 车子经过军逐路 拐向了马尾天墙 一辆交警巡逻车迎面开来 陈华旺见状大骂了一句 下地狱吧 随即打开车窗 朝着不远处的交警连开了两枪 交警没有配枪 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懵了 只能将车紧急停在路边 并告知110 蓝色桑塔娜 犹如一头失控的野兽 继续往前狂奔 在港口路 陈华旺见迎面又开来了一辆交警巡逻车 便又毫无顾忌地 举枪向交警连续射击 快开 我看见陈警服的就想打 你开得慢了 我先崩了你 陈华旺挥舞着枪 朝司机疯狂地吼叫着 老子要他们大干一场 打光所有的子弹 只留一颗给自己 去你妈的耶稣上帝 去你妈的牛鬼蛇神吧 林青宇和高升 拦不住疯狂的陈华旺 只能听之任之 陈华旺不依不饶地质问两个同伙 你们怕不怕呀 怕不怕呀 怕就是狗日的 高升面露南色 一声不吭 于是陈华旺又叫嚣道 停车 赶紧停车 让这个怂蛋下车 于是高升被赶下了车 车子经过港口路又疯狂地驶上罗兴路 前面不远处正是马尾公安分局 陈华旺再次狂妄地吼出 血洗公安局打死狗日人 恰在此时 一辆挂武警车牌的白色桑特纳轿车迎面驶来了 陈华旺两眼放光 当即命令司机调转车头 疯狂地追赶白色桑特纳 追到港口路时 白色桑特纳欲驶进马尾边防检查站 陈华旺立即朝该车连开了两枪 烹烹两声 白色桑特纳的封挡玻璃被击碎 划伤了一位武警战士的脸 两边的百姓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蓝色桑特纳的疯狂行为 根本没有判断力 许多人压根也没有想到 自己听见的居然是枪声 从陈华旺在马尾隧道开的第一枪 击中巴车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了 可在此期间没有人报警 随即车子原地掉头 飞快地经过马尾天桥 又驶上了郡主路 陈华旺在山茂街上 有一群戴打盖帽的人 他已经分不清楚 这些人到底是警察 还是法院和检察院的干部了 于是再次陷入极度的疯狂 下一刻 陈华旺满脸兴奋地 向山茂街上的大盖帽 及路人疯狂地射击 一片惨乎之中 多人中弹倒地 蓝色桑特纳示威性地 绕着山茂街转了两圈 然后向郡主环岛扬场而去 这时惊慌失措的人们 纷纷向关机关报警 蓝色桑特纳继续乱窜 在阎山市场附近 林玉清的船呼机响了 他说 好吧 我有事 我必须处理啊 陈华旺对司机说 听到没有啊 我兄弟说有急事 赶紧停车 让他去处理 满一步 开枪打爆你的裤裆 司机哪敢违抗 立刻停车 林玉清下车后 陈华旺仍念念不忘 要去冲击马尾公安分局 桑特纳行至铁路岔口 刚好有一列火车经过 一时间去往公安局的路 被堵死了 极度躁动疯狂 又惶惶不安的陈华旺 容不得半点等待 他立刻想到附近 有一个派出所 就是星奇派出所 于是便命令司机 调转车头冲向那里 当车开到星奇派出所门口时 迎面驶来一辆米黄色的吉普车 陈华旺抬手朝着吉普车 就开了一枪 并命令司机赶紧将车往前开 去实施他心中更加疯狂的行为 吉普车司机吓得是 将车停到了路边 不知所措 蓝色桑特纳又向军珠南路驶去 经过商贸街时 陈华旺嫌司机开车太慢了 于是将司机轰下车 自己钻进了驾驶室 捡了一条命的司机 早已吓得是面无血色 跌跌撞撞的往家里跑 陈华旺一踩油门 轮胎发出一声尖利的呼啸 在滚滚的黑烟之中 他继续前行 却实施更加狂暴的犯罪行为 此时的蓝色桑特纳 犹如一部杀人的机器 极度癫狂的陈华旺 在路上是横冲直撞 打开杀戒 此时正是工厂下班时间 青路集团公司的员工们 谁也没有想到 一场灾难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杀人机器疯狂运转 朝着走出公司大门的一群人冲了过去 转瞬间 五条年轻的生命被夺走 现场血流一片 残肢断壁散落一地 除了五名不幸丧生的人 还有十名受伤的 他们躺在地上不住的哀嚎着 蓝色桑特纳继续前奔 车速加到了120公里每小时之上 在周围人们的眼中 仿佛一颗炮弹呼啸而过 在拐了几个弯之后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蓝色桑特纳迎头撞向了 福州费马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大门前的电线杆子 前车窗玻璃撞得粉碎 穷凶极恶的陈华旺跳下车 用枪对准一辆 缓慢驶过铁道口的 崭新本田雅各轿车 叫嚣道 下车下车 不然他妈帮了你 赶你走从哪 快 司机吓得连连惊呼 陈华旺骂道 闭嘴 不然射出你的喉咙 然后 陈华旺钻进驾驶室 加大油门 飞速狂奔 本田车在青州路上逆向狂奔 吓得正常行驶的多部车辆猛打方向盘 纷纷撞上路边的大树 和路中间的绿华带 行不多远 本田车和迎面而来的 马尾保安公司的一辆吉普车猛烈相撞 要知道 对象行驶的车辆相对速度 是二者的叠加 因此 在相撞的瞬间 两车相对的速度 接近了150公里每小时 随着轰天巨响 两辆车的车头撞得是面目悬飞 陈华旺竟然没有受重伤 他一脚踹开车门 朝着天空开了一枪 随即 刚刚抵达现场的 该保安公司的另一辆吉普车 一个急刹车 停在了他跟前 司机还处在对刚刚发生在自己眼前的 那几车祸的无限惊恐之中 就被陈华旺用枪指着太阳穴赶下了车 陈华旺上了车 疯狂的倒车一百米 然后原地旋转 调转车头 继续逆行而去 陈华旺在商贸街行凶后 马尾区公安分局值班室的报警电话就响了 有人在雀跃门口持枪行凶呢 值班民警立即向局长林东来汇报 林东来随即下达命令 各派出所调集一半的警力 按预警方案到指定地点设夹 另一半警力 汇通局机关刑警大队赶赴中心现场 欲有行凶的挨徒立即击毙 命令如山 各警中活速的出击 按预案实施行动 正在马江大厦 执行保卫工作的刘福生副局长 与先行出击的护政科科长杨永生 干警钉帆驾驶员陈新帝 同时赶到了凶杀现场 刘福生局长一面下令 留下陈新帝疏散围观群众 确保群众安全 一方面带着杨永生钉帆驱车追赶 当陈华旺劫持保安公司的吉普车 狂奔在公路上 企图再行凶时 刘福生果断下令 击毙安犯 随即啪的一声脆响 一颗子弹从杨永生的手枪里射出 正好命中了歹徒的胸膛 吉普车一个转向 撞塌了一堵围墙之后 停了下来 此时 却见歹徒趴在方向盘上的身体 怂动了一下 而后挣扎着起身 并试图举枪反抗 杨永生果断的连开两枪 将歹徒当场击毙 现场缴获两支来福枪 和剩余的启发子弹 此时的时间是 17时35分 从街警到基别案犯 整个战斗只用了9分钟 警方也可谓是神速 只是察觉的有些晚 不然无辜的死者会减少一些 福州市马尾1031特大持枪劫车杀人案 是一期尹君子 因为过量服用安非他命 导致的情绪不稳 内分泌失调 产生幻觉和迫害妄想 进而实施的 有针对性的严重暴力恶性案件 主犯陈华旺 丧心病狂的 向路上的政法干部和群众开枪 同伙高声林雨清 中途借故先后下车 凶残成性的尹君子 陈华旺开车撞死5人 开枪打伤了18人 其中包含政法干部5人 行为特别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影响极大 福州警方快马嘉宾 在七天七夜的时间 将此案破获值得称赞 只是那些冤死的无辜群众 太令人惋惜了 他们有父母 有爱人 有孩子 每一个受害者的背后 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本案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